大家好,我是小元同学 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小书 那这本书呢,是美国两个著名的摄影师 写的一本叫做摄影讲习所 307个摄影创意与练习 这本书大家一看啊 它的出版社是这个光圈出版社 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本书啊 国内呢,在前两年由中国摄影出版社 做了引进并翻译成中文 那这本书只要是讲什么内容的呢 这本书只要是给那些创作碰到瓶颈的摄影师 以及摄影爱好者 提供一个练习的机会 他会提出很多的创意的一些练习技巧 以及思路 帮助同学们可以能够更好地突破自己的瓶颈 找到创作的灵感 这个里面呢,他找了很多很多的摄影师 从他的这个聊天访谈著作里面提取了307个 有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课题和话题 里面有很多大牌的大咖的大师 也有这个在各自的领域做出投出贡献的一些摄影师 它是按照这个摄影师的这个首字母的这个排序 从A到Z这么排下来的 其实这本书它的阅读呢 是不需要任何的顺序的 哪天你正好有空 然后打开来看一下 说我最近好像创作哭起了 创作碰到了一些瓶颈了 我不知道该拍什么好 好像以前有兴趣的一些主题和内容 现在都没有什么兴趣了 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办呢 那么这里面呢 这本书里面他就提供了很多很好的一个实践的这个练习 嗯我随便举呃翻一下啊 举举个例子 比如说呃有个叫做山农埃伯纳山农埃伯纳这么一个摄影师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他是谁 可能我需要去翻一些资料 他提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不时的观察街道 应当带着整体的思考 记下你看到的内容 强迫自己更为冷眼的去看 对于小镇进行一点破解 设法把人群进行分类 不断的做下去 直到这个场景已经不可能存在 一切千里的创作 然后他建议根据你自己写的一个拍摄的清单 把感想写下来 重新组合你的材料 摆脱原始的时间顺序 请重新进行新的组合 这这个技巧呢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摄影拍摄 就是项目创作的这个后期啊 就在那个图片编辑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基本上都是摆脱了这个时间的顺序 对这个原始的素材进行重新的组合 你再比如有一个叫苏珊梅塞拉斯的 这么一个摄影师 她提了个建议 叫做建议你们在字母表中 从A到Z找到与之最相像的物体 线条以及形状 字母可以用自然以及人造的形式加以呈现 也可以用阴影 或者使用相机的取景框来检窃 从A到Z找一个 这个字母形态最像的那个物体 来来做一个拍摄的这么一个实践效果 那又比如有一个叫阿萨斯特的 这么一个摄影师说 他说你花15分钟的时间 把你手机里的照片浏览一遍 挑出5到10幅 你不想建立相互联系 但可以构成一个完整作品的照片 然后通过投影放出来 告诉自己或告诉你的同伴 你的同学们说你挑选这些照片的原因 这也是寻找不同素材之间的一种关系 一种关联 你比如有一个叫Kala Karstom的摄影师说 我们感兴趣的是哪些日意识 可以带露当代的摄影 以及我们的时代如何总是和过去相关 出门去拍摄你喜欢的 感兴趣的任何的东西 回来以后对你拍摄的地方做点研究 你在去之前那边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回来以后你写几行文字 期间逝去的时间可能是40亿年 也可能是一天 这些都没有关系 把你所找到的信息和影像放在一起 这些关于过去的信息如何影响了你今天的图片 对于过去相关的现在 你有什么反思 这幅影像是否能够更多的讲述这个世界 甚至讲述一些关于明天的东西 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发现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它的过去的发生的东西 以及和现在的这种关系和连接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些话题 可以做出很多的这个主题来 而Kota Izawa这个图片摄影师呢 他就说使用你喜欢的任意的技法 构建一个物体或影像 这个物体或影像需要有照片的精髓和气场 但它不是照片 这场工作以后你不要拍照片 哦这个就很难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他可以作为我们在平时这个工作或拍摄之余 我们可以做一些练习 做一些这个自我的这个提升 那这样的话呢 有助于帮助自己思考 我觉得这本书在在课语是非常推荐的 我们我们我强烈的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有人问多少钱 89块钱 其实还可以里面所蕴含的一些智慧 很多要你其实你需要花很多的钱去上课 去参加workshop 去买画册 但这两位作者已经帮你把它全部总结起来了 这是前任的经验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